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Hello 各位 我們又回到電影有讀第256集 今天是11月14日 大家不用問有沒有幾圖 好的 我們今天看電影主題 也看到這個畫面 又是安眠醫生 安眠醫生 有沒有投淡湯 Vils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機會看過一些 未上正常的電影 我只能夠說一些 預期會未上 我很想看的電影 例如呢 我正在等待今年 講今年的 這一套都應該壓軸 星球大戰 第九集 所謂正傳的第九集 第九集 天行者 天行者再起 再起 Rise of Skywalker 為何這套都很期待呢 亦都可以說一下 就是 一直看下去這三集的延續版本 大概你會見到 接下來 後星球大戰 對 你會見到開始很多角色 咦 全都離開了 譬如說 見到新一代女主角 好像有一些考驗的東西出現 又很值得期待 似乎這次大戰 不知道有些什麼 因為巨民 都是那個 巨民有一個重量級的會回來 即是他後的大佬 對 不知道用什麼解釋 因為你發覺很多現在 上身 不知道 很多 劍二十三都可以 為何不去上身 死了的人又可以出回來 你發覺現在 死了的人出回來 不奇怪 對 現在這個又死不斷氣地出來了 還有 可以回生 現在你知道 時間線可以改變 基本上 什麼都可以 又有這些角色 亦都在預告片看到 有一位經典的 星球大戰的舊角色 都出現 嗯 當時大家 早期還常常估 即是千歲英的原主人 原主人 即是原主人 輸了給Han Solo 倒輸了 因為 我記得之前大家估計 初出過黑人的 第二角白兵 那個半翼白兵 那時候經常估計 他會不會和這個角色有關係 因為大家都是黑人的角色 要看看 今次會有一個相應 還是怎樣 雖然大家可能說 會不會又是一些很公式的大團圓 還是怎樣 不知道 因為今次的導演 又回歸了 JJ 今次他又接手了 不知道他怎樣炒這些菜 這麼多材料 無論我想 如果大家 如果是聲戰迷 喜歡不喜歡 也好 我知道有些有很大的反應 不同 也很期待 這套應該是12月做的 這套應該是 始終有頭有尾 看一至八集 至少要看尾 怎樣結局 雖然說 那些人都擔心 會不會爛尾 有迪士尼泊 難不爛也要看 難不爛也要看 反而有人說過 因為 這個金蛋 即是生金蛋的我 沒有理由由得去 其實會期望其他外傳 那些 各類型 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怕他不知道會不會是第十 第十一、十二 好像合道一號 其實反應都不錯 挺好的 但上次手機外傳 就好像 一般的 因為他不是很像手機 那樣 你說他未轉變 之前的手機外傳 都可以說得到 但可能因為 夏禮信福的形象 都太鮮明 其實始終 所以我們今天 你說我們 繞過來這邊 為何可以有得說呢 因為這次也是 給大家看到一件事 就是 說回一些角色 無論他過去 或未來的角色 我們看到 由星球大戰 可以繞過來 因為這次我們有的角色 就是星球大戰 曾經做過很重要的人物 的主角 即是這個 是的 叫什麼 醫魂墨階格 好像這樣說 是嗎 醫魂墨階格 墨階格 墨階格 因為這次他就是做 我們今天會講的題目 安眠醫生的男主角 男主角 但這個男主角 即是Danny 其實是幾十年前 嚇到大家都很害怕的 那一套閃靈 但據說一些現在年輕人 我看到當年視頻 不是很害怕 覺得很悶 即是這個 大過了 是的 大過了的版本 我們就會有比較 究竟一個角色 即是他不同的人 去做同一個人 無論他以前年輕 或者年老了 究竟成不成績 我們可以看看 那叫做頭淡湯 硬硬 我們現在去到我們的主賽 那麼我們跟不跟我們的大傳統 都比比分呢 我們直入安眠醫生 是的 那麼相信大家 即是觀眾 都大部分都已經看了安眠醫生 因為他上個星期 上話 上個星期四上的 那麼通常如果是一些 即是第一首的支持者 都應該就是第一次看的 我應該都看過一場 雖然未至於是好像說一些 即是傳媒的特別場 那麼我那一場 都應該是早場 即是星期四 星期四第一場 應該以公映來說是第一場 公映最早的 是的 那麼都 很多人都不敢說 但是都一定有恐場客 我見到 會 因為其實始終閃靈都是經典 是的 那麼變成 他既然在三十年後 都再出他的續集 那麼 再出他的小說 其實三十多不止 1980年 那一陣子 那麼當然要看看 Steven King 他如何將閃靈再延續下去 首先因為有小說 因為當時1977年 他寫了閃靈第一部小說 那麼跟著1980年 就已經拍了電影 但是就 哇 一直等了很多年 那麼 終於他就在2013年出了小說版 但是這次真的隔了很多年 那就再出電影 嗯 那麼中間可能真的考慮很多事情 因為 待會我們考慮機會 考慮如何改編 是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恐慌 會啊 因為大家如果聽很多花邊的新聞 或者什麼都說 其實 其實 無論是 電影小說 作者和導演 之間都很多 一些 你說欣欣欲怨也好 事事非非也好 其實那裡已經是比較複雜了 其實是 你的意思就是 就是說 斯維芬京和 扣比力克 那個 那個 電影改編那次 電影改編 他們不對 是啊 話說 斯維芬京最初 他 未成名 那時候 都不是有錢 窮 所以 就 將那個 閃靈的劇本 即是 賣了給 荷里活 是 那麼 扣比力克 就拍了 現在這套 閃靈 閃靈 是 80年內 那套 哦 閃靈 是 是 但是 史維芬京看完之後 說他很高興 是啊 還有改編了之後 拍了出來 很高興 因為他抽走了 他 斯維芬京覺得 他自己想拍的東西 是的 還有他裏面 放進去的東西 變成了一套 經歷片 嗯 就少了 他 例如說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啊 即是感情 深入一點的感情的關係 嗯 他裏面都有的 也有說 他 他爸爸 和大家 和Daniel 的關係 是有些問題 和他媽媽的問題 但是 那個重點不是這裏 所以 就 他其實 講了 有一套戲 裡面講了 史維芬京 他的心態 嗯 就是哪一套呢 就是這套 挑戰者一號 是 其實他拿第二條鎖匙的時候 他裏面有說過 說 他那個牽絲 就是說 厭惡自己 所創造之物的創造主 這個就是 第二條鎖匙的 迷面 是 當時想 喂 為甚麼呢 是 一直去追查到 就是在裡面 就是他 以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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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周 那個 就是這個 設計 設計者 他以前曾經 就 他都很喜歡看 看電影 是啊 是啊 他其中一套 就是 原來他其中一套 最喜愛的電影之一 就是閃靈 而閃靈裡面 他就講到 為甚麼 他這個 迷面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阿斯利芬京 就會覺得 閃靈這套電影 是他自己 劇本自己創造出來 但是拍攝出來的電影 就是他最不喜歡的 是啊 所以其實很矛盾 是啊 但是也很神奇 因為電影本身 也在另一方面 又成功 是啊 就是變成那個感覺 更加大了 就是那件事 就是如果一套電影 就是矛盾更加大 是啊 如果一套電影很不修得 那麼 《屎臣分經》當然是 我都說了 不應該這樣拍的 純粹插它 就好像說得通 早知道這樣拍 但是反而不是 觀眾又很受落 有一部份 變得經典 是啊 就是今天來講 甚至乎有些人 是看過電影 沒有看過小說 是啊 我也是 完全不會覺得 小說 就是有什麼特別呢 看不到那件事 還有的 有部份 如果就是了解小說的內容 嗯 就會感覺 是啊 就是你沒有了電影那種 好像很人性黑暗 反而少了那件事 因為其實剛才你也說了 《屎臣分經》 其實很想講自己的經驗 是的 因為他當時說一來窮另一個 因為這本是他第三本小說 其實也是 還有最重要的是 他瘀酒的問題 這個是對他的生活影響很大很大 即是夫子自盜 即是自己的某些東西 放進小說裡面 是的 因為他說他曾經試過 經常擔心自己會不會殺自己的兒子 即是他自己失控 即是喝酒很多 他有一個整天的惡夢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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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報信的角色 他是發覺無事過 有一次見過 有一條那些滅火猴 去追殺他的兒子 其實這段他放在小說裡面 但電影沒有用到 因為那個特技當時也做不到那麼生動的事情 因為很多小說裡面有些效果 其實當時的電影是沒有用到的 但很明顯因為 扣布尼克他不是想說那樣東西 看到他是 所以完全是偏離了小說那個寫法 那這個就真的 還有有些人知道說過 其實小石粉經 其實他自己想著要好人 即是我知道你要改編 他自己寫了一個精華版的 好像小說 即是好像劇本那樣的模式 他就直接給扣布尼克 即是說我給你參考 希望你靜 他當然不用了 如果用了就沒那麼興 等你節省一些功夫 就是發覺 為何看到你們開工用那個 完全不是我一件事 即是他感覺就是 即是你不尊重我 你連我說也沒有說 即是你跟我說聲說 有另外一個甚麼了 而一直都沒有說 好像先收了你 那他感覺上這個是一個 即是心病 還有他裏面 即是尼高順 他其實也是一個作家 即是寫小說 即是正正反映 說回自己的 說回史德粉經 他自己是一個 有些老島的作家 由於宇宙 其實將自己的東西 他今天是想放進去的 所以如果我們等一下 可能會在 即是看看第三節 或第四節 就會可能再說多一點 即譬如說一些結局上的東西 其實當時小說想走的方向 和電影已經是兩個平衡世界 但也可以說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即是安眠醫生的劇情 其實今次的導演 你可以說難為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做到很巧妙的地方 即是如何把兩個大師的作品 無縫地如何接合他 即是又交回一份 即是希望對觀眾 有一個娛樂性的電影出來 今次就要看看大家 即是受不受樂 即是受不受貨 這件事就是 那就是 但我們還沒給分 你自己覺得 多少分呢 我們傳統要給分 是啊 是啊 其實我們之前在另一個節目 好像你沒有給 我給了 是啊 那些發言 我當時應該是給八點幾分 即是讓我 即是因為 算不算高分呢 不算很高 因為始終也是那句 豬肉在前 如果你兩套放在一起 因為我一定會比閃靈高分很多 那這套基本上 我就不可能一模一樣的 分數是 但我也會給八點幾分 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可能我看了小說 始終看電影的時候 就少了那些可能驚喜的部分 因為你已經知道 大概很多情節的發展 那些 當然的 但我想說其實也有不同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即是不會看了書就不用看電影 所以我都會給八點幾分 因為都感覺到他裏面那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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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能夠把故事 即是 開到頭 結到尾 都很遠 但你為什麼不給高分一點 既然你這樣說 但因為始終閃靈已經給了高分 但我覺得他始終是不同的級數 所以就是 扣好一些分 那裡就是 還有其實是 小說我覺得有些描述是精彩的 其實相對是 即是 變了有些 有些 他拍不到出來 所以你扣好一些分 有些 還有 中間那些位置 我覺得 不知道我看書的時候 我看得真的很不停 那種感覺很緊張 很緊湊 但電影就有些少少好像相對 即是 慢了些 那個節奏感覺 但他其實都 霸了很多東西 所以相比 其實他和舊版的電影 其實長度不是差很遠 大家都兩個幾小時 但 加的東西其實是多很多的 嗯 好啊 但你講不講話 在這一節裡面 先賣個關子 下一節回來再講 好